菁姐 阿姨好 阿姨 站在中間的心情是什麼 很緊張耶 緊張嗎 可是看到美女又很開心耶 我跟電視機裡的我講得一樣嗎 我會講話 不好意思 好好見一下 我們... 太感動了 老師也是比那個年... 謝謝... 每天六點要吃完飯 謝謝... 然後因為她七點就要看大群寶家 她的那種看是不管喔 她知道這一集演什麼 她就是要看 是不是 因為真的很喜歡大群寶家 所以今天也特別報名 然後她就特別告訴我們說 我是真的很期待 又很緊張的心情 對不對 然後今天有先生陪著來 然後把她真的是 這麼多年來的收藏 今天真的是這樣兩車 我們希望每一件都可以幫你見到 因為她經常講 奇怪 為什麼你們節目 有些來賓 帶八件 你們只見六件 是... 老師 你的那個... 老師跟我都很抱歉 因為你知道我們錄影 就是有時間限制 對 但是我們基本上 都會告訴來賓 一定會 之後都會告訴你價錢 可是今天為了你 我們決定 高鐵開下去 直升機開下去 來 第一件 好不好 高鐵感覺激龍指借 真的... 我們一定要趕快 努力幫你指阿姨 好 不要客氣... 你知道 你只要著名忠實觀眾 我們就有這個服務 幫你高鐵商務艙開下去 第一件阿姨是 多久以前的收藏 藍寶是 子女要結婚的時候 是 那我總是要穿得很漂亮 趁此機會我也要漂亮一下 買了禮服 然後我就去買這個藍寶 藍寶石 藍寶石 是在台北的衡陽路買的 是... 衡陽路 超過二十年前 當時要買多少錢 你配洋裝 為了配一套洋裝 花了多少錢 洋裝我是百貨公司 剛好有一根黃色的那個 濕的這樣下來 百貨公司 那買了以後 這個剛好下去 真的很出色 對... 我覺得還也很會配色 但是這個出色 需要多少代價 多少錢 所以這個我記得是買 十七萬 衡陽街 我們那個台北就是 最貴的就是衡陽街 寶慶路 可是你相信那個老闆嗎 不是 那個是 眼黃親妻他們開的 對... 應該也沒問題啦 也沒打折 我都...十七萬就十七萬 因為印象沒有跟... 他講多少就跟他買多少 是... 已經跟你折扣了啦 放心啦 有折扣了是不是 那表示這件西方應該是不錯 在那個時候 您差不多二十幾年前買的 對 差不多有了 二三十年 那旁邊的白鑽那些 您當時有沒有問他說 真的嗎 都是好的嗎 我想應該是真的 這麼多年還是這麼亮 因為我第一個買的就是這個 是在寶慶路買的 是 這個是買一萬八 這個是寶慶路買的 那個時候 對... 有早期的造型 對...那連這個鏈 那後來再買這個 我想那種珠寶店 一定是真鑽吧 你看啦 印這個手 真的嗎 真的 要上節目啊 對 要上節目啊 對 因為相信這種 百佑咪咪的皮膚 你看看 皮膚 他整個頭 都照顧看 他對大巡寶家 慎重的態度 你知道嗎 好不好 最漂亮的都要帶來 這第一件就趕緊 來幫你評估一下 好 十七萬買的 超過二十年 請 一件價 十五萬元 十五萬耶 差一點 真的不是虧啦 在那個時候 汇率的關係 第二個還有那個寶石 被要求 那個時候二十幾年前 台灣大部分還是賣的 都是所謂的 泰國藍寶 這個是泰國藍寶 對 那你的泰國藍寶 其實很乾淨 那顏色就稍微深 這個藍寶石可惜 一般人是看不太出來 就是帶綠色的感覺 我有綠的感覺 對 那我們帶了一個 西蘭藍寶 你看這顏色就不一樣了 比較帶寶藍色 濕原色 會有一點小差距 那這就會寫明 明顯有一點小小的綠色 對 所以像這樣的 三克拉的藍寶石 我這個多重 大約有三克拉 我也不知道多重 大約有三克拉 也不知道多重 然後經濟講十七萬 他就滿了 對啦 這好人客人 一定要有一件 那我又懶得去逛 我也沒時間逛 懶得去逛 他說多少就多少 買主堡有幾款客人 有款式怪怪的 有幾種客人 那有的是說 我腰有才買 就說快點快點 收買 走到我來買就買 有一個是 東看 西看 看 看成金了 另外一種是 熟人那邊看 真的 我就覺得 但是我認為當時的行情 也是合理啦 因為最主要是說 這個東西夠好 它旁邊的鑽石真的很白 是真鑽吧 旁邊的真鑽 你看 馬眼鑽不像圓鑽 圓鑽是要很... 對稱才會很亮 這個馬眼鑽 能夠這樣子散的亮 不容易 第一個 它要夠白 第二個 要夠乾淨 車光要夠好 所以你還是買到好東西 那就好 這樣整體是好東西喔 就沒有問題了 對 真的是這樣子 不要說是假的 我說三千塊 我都慘了 對啊 你就把他做 對... 再來 珍珠項鍊 非常漂亮 為什麼呢 你看它的長度 剛好戴起來 直接套上去 你看看 很醒目 配今天的衣服也很搭 是 夠大串 而且你看看 每一顆大小 整整齊齊 然後我覺得這個點睛的效果 也很好 所以我覺得整體還講很優雅 是在哪邊買的 這個我是第一次出國的時候 去東北亞 韓國玩了兩天還幾天 庫克山莊以後 回到日本的當天的晚上 就是有一個台泥公司的 那個女的 她說她要跟她女兒辦嫁妝 她說她要去那個 珍珠的珠寶店看 我一聽到 我就說我也要去 結果我那邊去 因為要去日本買珍珠 很合理啊 就看到這一串 我就很喜歡就買了 她買了那時候的 匯率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日幣就給她了 是 是 那日幣給她以後 回到我旅館 我的同事跟我同一個房間 她說你買多少 我說多少多少日幣 她說這樣就是四萬台幣 你跟我講 你帶十萬的台幣 要來日本購物 結果你 今天第一個往到日本 用到四萬塊 那你六萬塊 你這麼多天怎麼過啊 我一聽到 糟糕我匯率一下換不過來嘛 所以我一輩子買這個四萬塊 只帶了一次而已 只帶了一次 你是很敢也是不敢 不是沒有那個場合 太豪華了嘛 我是參加婚禮還帶的 因為我這個是我自己 今天是最重要的場合 你帶最好的對不對 我女兒結婚的時候 我第一次帶 吃好 我來看看這個場合 在郁哲阿姨身上 剛剛好 好看 她那個不樂趣 她不樂趣 要睡旁邊 對 對啊 我覺得好看喔 阿姨你可以多帶啦 因為我臉小小的 需要這樣亮亮的 假的 對啊 可以提升你的精神 我覺得很漂亮 這個珍珠你知道嗎 它是刻意穿成這樣子 讓你套托的 事實上來講 我們珍珠一般來講 就是四十三公分 簡單的 四十三公分 那我這個幾公分 加扣頭 那這個就是那種 四十三公分的 不是 才用扣頭 所以你就三條鞭 所以你買四萬塊 是合理的 合理的喔 對啦 好幾天 然後移到日本 就買了這一串四萬元 我們趕緊幫你評估一下 好不好 到底買的花不花散 請見價 就是那個貴一點點 都是那個貴一點點 就是說好像這樣 地願寧願的皮光好 這個珍珠 圓 保持得很好 假如說當時你買的是 雖然去那小伙伴店 一般般的那種什麼的 叫遊客店買的話 它的價格 這個我在猜測 會更糟 您大約 您大約 要花三倍的價才買得到 好險喔 所以您去的地方 一定是真正的那種 所謂標準的那種 珍珠 日本的珠寶店 那真的是珍珠 還是起珠 我們這叫Akoia 日本養豬 我們珍珠有好幾款 有南洋豬 然後有這個日本的珍珠 就是還有什麼 還有這個大陸的 湖海養的淡水豬 那還有 您這個今天還有 半瓶豬 還有什麼 還有這種天然的珍珠 是 那這珍珠 我覺得您這樣很得體 帶子就好啦 對不對 對啊 可沒有問題 讓我更漂亮 對啊 更漂亮 難得上一次大巡寶家 是啊 虎賴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了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